然後呢第一次收成的橄欖他們幹嘛 就拿去榨橄欖油 所以我們在台灣呢 聽經常會聽到很多叫做 初榨的橄欖油 就是第一次收成的 今年第一次收成橄欖油 去榨的這橄欖油 他叫我們把它叫Vgine Vgine如果翻譯成英文的話 這中文就是處女的意思 Vgine就是初榨的這個橄欖油 那對這種橄欖油呢 很健康一點負擔都沒有 那你在希臘很多地方 比如說吃沙拉 你完全找不到沙拉醬 完全沒有 希臘這邊的沙拉醬 就是橄欖油跟醋而已 然後頂高你倒一點鹽巴 你而已 很健康的 很健康的 所以橄欖油呢 它是一個很健康的東西 你們在街上呢 到處都會看到賣什麼 賣海綿 賣橄欖油 海綿 天然的海綿喔 就這樣子一坨一坨那種 黑海米啊 然後呢就是裡面這樣有 洞洞洞洞的 就像我們人造海綿這樣 很可愛這樣子 天然海綿 然後呢還有看到很多在賣橄欖油的 然後呢希臘這邊呢 有很多那種烈酒 有點類似像 Takila的那種烈酒 他們也是用那個水果或植物去蒸柳的 那個烈酒很烈 那個烈酒呢 大概都四五十趴左右 四五十趴 有興趣的話 你在街上看到的話 可以買回去房間小酌一下 小酌一下 那個做成很多那個希臘式柱子的那個形狀 然後裡面都是透明的 然後喝起來很烈 我好久以前買了一瓶 現在放在家裡都還沒開 這個這個 擺在櫥窗還蠻漂亮的 擺在櫥窗還蠻漂亮的 但是呢 在這邊的消費當然會比埃及要高一點 但是比起其他西方國家 西方歐洲國家呢 這個地方消費要好一點 比較沒那麼貴 比較沒那麼貴 那可是呢 比起埃及這個地方要貴一點 那通常呢 你在咖啡廳呢 喝一杯咖啡呢 大概也就差不多三歐元 甚至四歐元這樣的價格 然後喝一杯啤酒呢 大概也差不多是三到五歐元 喝一杯啤酒 大概三到五歐元 所以這邊的消費當然就 不能跟埃及比啦 埃及至少我們說 買東西可以殺價幹嘛的 但是這個地方啊 你只要在店面買東西 價錢多少就是多少 沒得殺價啦 他們現在賺錢都來不及了 還讓你殺 對不對 所以呢 他們就是 你只要在商店看到的價錢 就是這樣的價錢